关于大家问到的如何去找到一个学费相对便宜的学校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址叫EOS News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记下来 在这个网址下面有美国全部的大学和研究生学院 甚至它有一些给学生提供财政援助和留学生贷款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我们想选择加州区域的这个学校 又希望它学费比较便宜 你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学校 它的正常的学费都是不到一万美金的 它会给你推荐其他符合你要求的这个学校 我们可以把位置放到中部的学校就会更多 有一所叫做北方州立 州外的学生学费是一万 这个给大家推荐过 还有很多 如果这些学校的学费依旧不能满足你的诉求 你还可以去查看留学生贷款 但是留学生贷款有一些不是针对国际生的 你们可以详细的去看它的贷款政策 然后选择适合你的贷款的要求 如果提供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 你可以登陆学校的官网 它的官网上面有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常用问答 所以你可以在学校的官网上再找到其他类型的财政援助 抖音